在关心赛事的部分 中华职棒今晚有两场比赛 其中童一世的都督潘威伦 面对中信兄弟是只差一个出局数而已 很可惜 错失了玩头玩封的机会 最终上头还是到手了 童一世金贤的以4比3获胜 系列赛横扫了中信兄弟 对 所以这么一来两队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的胜差了 那另外呢 在桃园初登板的一大头手克拉蒂 抓下首胜 帮助犀牛的这横扫Lamigo 再上了下半截的龙头宝座 高鼓辉很可惜 没有再多开轰 Lamigo 火辣辣的Lami Girls 今天迎兵跳得更加卖力 因为他们下半季 主场还没开湖 吞下了5连百 今天还让最不会打一大的林伯佑 登板先发 前两次交手林伯佑都丢了5分以上 提前退场 这次他想当骑兵来帮助球队主场开湖 没想到三局上就出现爆头 先丢了第一分 来到四局上又是火哥张建民 一大攻转满壘 这只深渊的安打 差点出了全力打墙外 主场判定场地规则二类安打 一大再下一城 三比一领先Lamigo 而且一大炮火还没吸 接下来上阵的胡静龙 敲出中右外野方向的安打 带有两分打点 这局结束一大四分领先 前三局只丢一分的一大新羊头克拉蒂 四局之后头球开始不稳 不过都安全解决危机 六局下因为一大捕手这个不易 克拉蒂成功三阵 却没能抓下出局数 克拉蒂出登板 主头六局被敲四安 只丢一分还送出五张老K 带着四分领先安全下装 变成一个捕手的不易 投手打击都帮忙 手背当然也不能漏气 全彦峰这个打击敲到三游方向 直接被咖啡小子林维恩没收 哇 这咖啡提神啊 一大最终就是以7比1带走胜利 三连战横扫拉蒂哥也几下中信兄弟 坐上战机排行榜的龙头宝座 有点TV综合报导